天高海阔 张修杰 那天4月25号宣布竞选连任 那么他的搭档呢 依然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 而昨天正好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到访美国 一下飞机就听到拜登竞选连任 尹锡悦应该觉得很高兴吧 我想因为他这是跟拜登谈的相当多的一些战略上 政策上的变化都需要拜登继续的推行下去 这样他这个总统在南韩才坐的稳一点 拜登宣布完竞选连任之后呢 马上就出席了一个工会的一个活动 在工会的活动上呢 拜登为自己未来的竞选连任 第一次做了一个广告 拜登说什么呢 拜登在出席北美建筑工会的活动时候 他先吹嘘了自己执政这两年多以来的一些业绩 比如说他说他创造了1200万个工作机会 那么这里呢 修杰再次告诉大家 拜登说的数字是假数据 因为他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很多关门的企业重新开门时候 所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呢 也算尽是他创造的这个就业岗位数目当中 拜登吹牛 现在媒体已经麻木了 或者说媒体已经不愿意戳穿他的假话了 虽然说他第一次讲的时候 很多媒体都用事实核实的这个方式来证明 他说的是假话 但是呢 现在因为拜登已经宣布竞选连任了 这对民主党来说 对左派媒体来说 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保护目标就是拜登 所以呢 拜登在工会讲完话之后呢 我留意了一下 美国媒体没有人去反驳他 但是我在这里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拜登说的这个数据是虚假的 根本就不存在 他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 他说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跌到了3.5 创了50年的低点 其实这个失业率跟川普在任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拜登呢 还吹嘘美国需要基础设施 需要建造50万个充电桩 那么这些都需要这个工会 就是美国北美建筑工会的成员来完成 拜登就是想告诉这些人 有我当总统 你们都会有工作 拜登当然在演讲当中 也对共和党的Mega运动 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拜登的讲话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心意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跟大家去分享 拜登的讲话的内容 那么关键是 拜登现在宣布竞选连任之后 美国的媒体或者美国的选民 对这个拜登连任怎么看呢 最近有很多美国左派媒体 都对拜登的竞选连任的支持度 做了一个民调 很有意思 民调当中呢 基本显示拜登的支持度非常低 我们之前讲过 在NBC的民调当中 60%的人不希望川普再出来竞选 那是70%的人呢 不希望拜登再出来竞选 美国有很多左派媒体 比如说美联社 美联社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一般把它标榜为左派媒体 美联社最近跟这个 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也做了一个民调 民调的对象呢 是1300名美国成年人 这个民调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它跟NBC做的民调啊 数字上差不多 只不过呢 数据上比NBC那个更惨 在这个民调当中啊 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 希望拜登竞选连任 即使是这个受访者当中啊 美联社的访问当中 特别问他们是属于 民主党支持者呢 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得出的数据是啊 只有47%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希望拜登继续竞选 2024的美国总统 那么不到一半 有52%的民主党支持者呢 不希望拜登再出来参加竞选 所以说在民主党的支持当中 都不到一半人 支持拜登竞选连任 但是问题是 如果拜登真是出来竞选连任的话 而共和党的对手是川普的话 那么这些受访者 他们投票的意愿又是什么呢 在81%的受访的民主党的支持当中啊 他们认为他会投给拜登一票 其中41%呢 说肯定会投给他 另外呢 有40%说大概会投给他 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比例的人 不希望拜登再次出来竞选连任 但是为什么当问到真是要投票的时候 他们还是把票投给拜登呢 因为其实现在包括民主党的支持者当中啊 也有很多人希望民主党会不会有一个比拜登更好的选择 能够成为2024代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民主党现在有可能出现这个人吗 我们知道现在民主党已经有了一些小人物出来宣布要参选 比如说有自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的作家威廉申 还有呢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家人 小罗伯特肯尼迪 那么除此之外呢 没有太多的人出来挑战拜登 美国媒体 特别是左派媒体一直在猜测 美国民主党内有没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会挑战拜登呢 大家眼光最集中的就是加州州长纽森 纽森的州长职位有任其限制 那么纽森不当加州州长之后 他的政治前途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很多人都认为纽森一定是有意问鼎白宫 但是到目前为止 纽森没有透露任何想在2024竞选总统的想法 并且呢他在一些场合呢 还非正式的否认过 所以纽森应该大概率不会成为拜登的竞争对手 除非在总统大选之前 拜登的身体或者其他方面出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可能会刺激到纽森的野心 除了纽森之外呢 民主党人讲的更多的就是 民主党的国会参议院 资深的参议员桑德斯 我个人认为桑德斯肯定不会再出来跟拜登竞争了 桑德斯两次参加民主党党内的竞争 两次都被民主党算计 因为桑德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民主党人 或者说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人 他只不过在这个政治立场上 在投票方面 他永远是站在民主党的一边 他比民主党的主流呢 要左得多 他自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要在美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 但是在很多美国选民 特别是保守派选民看来呢 他基本上就是个共产主义者 而桑德斯两次参加民主党内的 总统提名人的竞争 两次都被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给算计 所以对于这个在民主党内 再参加总统提名人竞争啊 桑德斯可以说是用过去一句歌词来说 就是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所以呢 我觉得桑德斯这是肯定不会再出来 跟拜登竞争了 并且从行政资源上 桑德斯跟拜登竞争不会有任何好处 所以现在拜登基本上肯定会成为 民主党2024总统候选人 这里一点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 对拜登也表达了不希望他选 但是如果拜登真是确定成为总统候选人呢 这些人还是会把票投给他 那么这些人把票投给拜登 除了是因为民主党不会推出其他人之外 那么是不是他们真是很喜欢拜登呢 肯定不是 但是在这个目前现实当中啊 哪怕不喜欢拜登的人 还要考虑 共和党由谁来代表共和党成为2024总统候选人 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民调的前提是 如果拜登跟川普竞争的话 那么你会把票投给谁 所以如果拜登的对手是川普的话 民主党的支持者 我觉得81%把票投给拜登 这个估计啊 可能都有点少了 应该是超过90%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都会把票投给拜登 所以说谁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对拜登的选情呢 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之前我们说拜登为什么一直 迟迟不想宣布自己竞选连任呢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除了党内协调之外呢 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谁来参加总统大选的这个形势变化 也是拜登考虑的一个因素 现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正在对川普提出起诉 而这个起诉呢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多次讲过 一定会影响到川普2024的选情 再加上美国经济的状况 再加上国际社会局势的变化 这都是拜登考虑要不要选的原因 拜登今天选了这个黄道吉日 宣布选的话 拜登有什么考虑呢 首先我觉得拜登已经确定 如果是他跟川普竞争的话 他还是有非常大胜选的几率 所以呢 他在这个时候 在这点上他已经没有疑虑了 就是川普在2024 如果跟他省为这个竞争对手的话 拜登有获胜的把握 第二呢 拜登的政策大转向 令到一些中间选民 对拜登的看法改变了 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因素 令到拜登会出来宣布竞选连任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 拜登在这个时候宣布竞选连任 那么除了他觉得4月25号 是个黄道吉日之外 其实拜登有很多考量 那么除了我们上一节 讲过的一些因素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是 拜登看到了共和党内部的斗争 越来越激烈 共和党现在有谁参加 这个2024总统提名的竞争呢 除了我们熟知的川普之外 当然还有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还有前州长哈欽生 那么黑利和哈欽生 这两个人宣布参加 2024共和党内的总统提名人的竞争 那么现在这两个人有什么动作吗 可以说几乎没有动作 我们其实观察 共和党的一些政治人物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 这些人宣布参选 或者说计划参选 但是呢 接下来没有太多的动作 好像都在等待什么 比如说黑利 黑利宣布参选到现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型的竞选活动 那么另外一位很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呢 就是美国国会共和党的非洲裔参议员 斯科特 斯科特宣布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 来研究他2020要不要参加总统大选 但是呢 这个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后 我们也没有看到斯科特在这方面有任何努力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共和党内部的局势还不明朗 其实像这个斯科特也好 像这个黑利也好 包括前州长哈金森 我不觉得他们能够成为2020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但是他们如果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呢 这对总统候选人或许有正面的帮助 比如说黑利 我们之前介绍过他了 少数族裔 他是亚裔 并且呢 是女性 并且当过州长 也当过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阁官员 那么所以 以这样的背景呢 他可以为一个总统候选人带来政治光环 斯科特也是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洲裔的国会参议员 并且呢 他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保守派 斯科特的这个政治理念呢 跟查党更加接近 换句话来说 他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 作为非洲裔美国政治人物 是强硬保守派 我见过的就是斯科特 还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现在民主党重点攻击的目标托马斯 所以说斯科特在参选 宣布有可能参选之后呢 他没有动作 似乎他跟黑利益都一样 在等待着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呢 其实是在等待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出现 让他自己可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作为搭档 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呢 才会有更大的胜算 好了 现在共和党有可能挑战川普的 我们都多次讲过了 就是佛瑞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最近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 德桑蒂斯到了日本去访问 受到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接待 于是呢 很多人就说 这是德桑蒂斯准备参加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征兆 因为他首先要在外交上 要展示自己的才华 我们知道作为州长 作为美国联邦的这个体制 州长是没有外交权的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州长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 很多人认为 应该在外交上体现一下 自己的一些能力 我觉得这个理解可能有点偏差 其实很多美国政治人物 当选为总统之前都没有外交经验 包括川普 川普之前能有什么外交经验吗 他本身就是个商人 所以外交经验并不代表 一个人在选民的眼中 适不适合成为总统 德桑蒂斯访问日本呢 无疑是增加他个人的知名度 但是德桑蒂斯访问日本呢 更多的是 在着重于这个经济议题 比如说他说 佛里达州还没有支非日本的航班 希望日本的航空公司呢 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其实最近共和党的州长外访的不止得上提示 还有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杨金 也在台湾访问 并且呢 弗吉尼亚州决定在台湾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 所以我觉得两位共和党的州长外访啊 其实更多着眼于这个经济方面 但是你说会不会提高个人的知名度 肯定会 那么德桑蒂斯到底会不会参选 2024的美国总统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可能性越来越大 倒不是说德桑蒂斯自己对胜选的把握越来越大 所以呢 他会站出来跟川普竞争 德桑蒂斯如果出来跟川普竞争的话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共和党内部认为川普成为2024共和党的总统互选人 胜选的几率越来越渺茫 这个渺茫当然是来自于民主党人的攻击 还有川普自己的表现 没讲到川普到底会不会成为2024的美国总统 总是有一些听众朋友 应该说少数听众朋友吧 对修杰的观点提出反驳 只有川普能够救美国 我再强调一次 作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如果只依靠一个政治人物来拯救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也该灭亡了 所以以民主体制之下 有很多人都可以成为国家领导人 不止只有一个川普 如果听修杰节目时间比较长 人都知道 我对川普一向是支持的 但支持什么呢 支持川普的政策 支持川普的政治理念 川普个人身上的一些缺点 很明显是他在2024能不能战胜拜登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除此之外 民主党对川普的攻击 导致中间选民对川普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这也是川普到底适不适合成为 2024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判断的一个标准 作为美国选民 我们选择政治人物 不需要忠诚于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 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第一代新移民 一旦在美国认定一个政治人物 是他支持人之后呢 就会像当年对毛泽东那种忠诚的程度 任何人不能说这个政治人物的坏话 一说的话呢 他就摆出衣服跟你拼命的架势 其实我们更加应该冷静客观的分析一下 作为共和党的支持者 作为保守政治理念支持者 什么人才能打败美国的极左派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过去我们曾经说过 谁坐在白宫里面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拜登在第二次选举当中 在胜选连任的话 拜登没有竞选连任的压力之后 我认为拜登推出的政策 一定会比这一任更加左 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所以说2024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能不能战胜拜登成为美国总统 决定了美国今后会不会继续向左走 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真是要觉得 只有川普才能改变美国的极左的方向吗 除了川普之外 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政治人物 比川普更有办法 能够改变美国的极左方向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们未必今天就下结论说 德昌提斯或者川普或者黑利 哪个更加合适 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川普面临非常大的麻烦 这个麻烦除了是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对川普提出的起诉 这个官司一定会旷日持久之外 川普现在还面临另外一个更大的麻烦 就是乔治亚州的检方 很有可能会起诉川普 乔治亚州的检方 为什么会起诉川普呢 本身这个事情就凸现了 川普自己政治上的弱点 2020总统大选投票之后 川普居然打电话跟他在党内并不是属于一党的这个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拉芬斯伯格要他改变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 你无论川普这番电话里面 他说表达的意思你怎么理解 但是这被民主党被极左派抓住了川普的把柄 所以现在乔治亚州的地方检察官告诉当地的一些治安部门 说很可能在今年夏天决定要不要起诉川普 要他们做好这个防止暴力出现的准备 其实真是乔治亚州地方检察官起诉川普 乔治亚州真会发生大型的暴力事件吗 你看看纽约曼哈顿地区起诉川普之后 有在曼哈顿地区出现这种暴力抗议吗 但是乔治亚州检察官为什么明知道不会出现大型暴力活动 还要一本阵影的预先张扬 他在夏天如果决定起诉川普会如何如何呢 这就是民主党攻击川普的一个重要手段 把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妖魔化 在这种政治攻击之下 川普能够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吗 我想真是很难 如果川普得不到中间选民支持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川普不可能在2024战胜拜登 如果共和党人共和党的支持者预见到这个结果的话 那么共和党现在是不是应该采取相应的辩证的措施 来应对2024跟民主党的对垒呢 毕竟2024如果让拜登在当一届的话 我都不说拜登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 或者他个人的这个脑子是不是清醒 拜登一定会毫无顾忌的更加推一些极左政策 这些极左政策一点都不输奥巴马 那个时候美国的政治保守派 要想扭转美国的极左方向的话 将会难度更加大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灾难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